退下吧 是 退下吧 你是何人 这里是何处 你醒了 你的腿骨折了 索性受了伤不重 要不是我 说不定 你已经被山上的蟒兽给叼走了 你是谁啊 我吗 我姓齐 赶路经过 看到你 晕倒在路上 怕你被野兽吃掉 所以我就把你带到这儿来了 多谢 末竟 见过王上 小七快快免礼 让把王看看 小七 小七瘦了 军中自是比不上王公 有劳 王上挂心了 小七 还从未离开本王身边这么久 本王自然记挂得紧 快与本王说说 此次的情况 是 此次出征 托王上的福 一切都很顺利 一如末将遣人送回的战报 玉衡故道已切断 并且增加了寻边兵力 对出入之人 祸都严加排查 至于天书割让的武城 末将也已派兵马驻扎 虽未更换当地郡守 但 也令他们逝世 必须向守成将军禀明之后 方可行事 至于要不要更换郡守 还请王上定夺 小七 你这次五日内 连下天书武城 可谓是一战成名啊 现如今 天下都说你是将星转世 真是天佑我国呀 末将不才 王上谬赞 权赖王上错爱 末将才有为国效力的机会 小七 你怎么总是这样妄自菲薄呀 再这样 本王可要生气了 禀告王上 末将有一事 想请王上定夺 什么事 末将想说 以天玄 天书 互相勾结之名 侵占我天际边境 趁热打铁 攻下天玄 与玉恒相连的几个城池 你这刚回来 就连夜被本王宣进宫了 应该连将军府 都没来得及回去 连日 往来奔波 小七想必也是累了 快回去好好休息吧 属下告退 小七 王上 还有何事要吩咐吗 也没什么事 对 就是想问问你 还有没有什么 想告诉本王 最近发生之事 刚刚都说有王上知晓了 小七 本王逗你呢 你为何总是如此认真呢 快回去休息吧 这么久 我 那 你看 你